好 每家的图形你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说同学们你一定要连续的看 你对比昨天我们的仓位和今天的仓位 来比较一下这个图形 你回想一下昨天我们是这个纸仓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它交易币种放在一起 这是下边的每家 5月12号空每家 5月24号空每家 5月19号空每家 那这三单每家 5月12号当然就最上边一个 5月12号最上边一个 还有5月19号是中间的这单 中间这单是一手 我们上边的原来是三手 在这儿是三手单的 你注意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的通过仓位的调整和变化来去协调这个行情 交易不是一个非黑即白或者说一定多一定空的 它是在不断的行情的运行当中通过我们仓位的变化去匹配这个场景 所以好多同学以后在问问题的时候尽量减少问这样的问题 说这个行情看多还是看空 就拿昨天的行情来说 我从底下多一单不也能获利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多他而是高位的空他呢 这是体现出一个交易者对顺势交易的行情 特别是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 你去脑海当中绷紧一根线 原油的价格又上涨 这太清楚了 原油价格是每家价格的先行指标 这个太清楚了 它太清楚了 所以昨天从50站上50站上51 现在51.75 你又开始往上走了 所以你的每家还是可以往下做 你注意是原油先动的 每家后动 而且今天每家还弹出高点给你做大 交易当中总会有一些行情 会有一种先行指引 每家就是 原油先动 每家还弹出高点 所以这个图形 我们也把这张图做一个对比 其实每家把握住一根弦 把握住一根弦 这根弦就是 首先原油我就不再多讲了 我想我们参加今天解盘的这些投资人 应该能够已经比较熟悉原油和每家的关系 而且原油先动每家后动 那我们看到这三单的第一单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交易时间呢 然后 那这个减仓 昨天我们是这儿是三首 那这个减仓从上边的1.37左右 运行到1.3450的这个位置 那中间的减仓锁定了 中间有大约多少点的 从一点量一下 往下走 大约220点 昨天我们给大家建议的 在这个底部去做减仓平仓的动作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执行 那中间产生的就是仓位的变化 那今天的这单在这儿的时候 其实你体会一下这个单的做法 这个单的就是它提升到高点 然后再次往下往下做 今天的原油是在应该在我们的交易内参中 谈到每家这个结构 这是新入场的一单 5月24号就是今天新入场的一单 你注意整体我们每家的仓位实际上是变大了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每家的仓位 是三手加一手 一共四手 今天的仓位是两手一手 两手一共五手了 整体仓位加大 那现在这单也是在盈利 那下边这单就是这一个 这两手的交易看不了太远 这两手的交易看不了太远 它入场的入在1.3507 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很明显 这是一种四小时图上的双K反转结构 这个结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给你用个英文 忘了 reverse 假设了 假设了 写对面 双K反转 双K反转结构 这个蛮确认的 这个行情做不了特别多远 那它的目标位 它的获利目标位 就走大约50点 5到60点就可以 它其实你算560点的话 如果从1.3115往下60点的话 它其实就是昨天的底部区域就在平仓了 1.3460就是50点 就是这个仓位 这个是个短单 这是日内交易 这是这个日内交易 上边的这个cell的这个一手的这个单呢 还把它可以保留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每家的图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 这就是这个仓位 感谢观看